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的奇观水往上流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好奇来看 但为了要看水到底会不会往上流 游客就把树叶 废纸 薄特瓶 甚至统一发票都丢进水里 可是游客的好奇却造成环境脏乱 清洁工每天都要守着这条水沟牵个不停 牵过了 养了也 再看看三仙台风景区进入海滩的入口 游客都不约而同的向左看 这两颗长得并不奇特的仙人掌 因为无辜的仙人掌都被刻满了字 引来过往游客观看海拍照 大家都想看看到底是谁 这么无聊又没有功德心 很夸张 太没功德心了 从刻的字看起来像是中国游客的行为 不过也有少数是国内游客刻上去的 可是迷离风景区内都立有违反规定 最高罚五十万元的告示牌 但游客还是不遵守 特别是中国游客 可是这样的处罚 就算对中国游客开了罚单 他们不缴我们的政府 也无法到中国去强制执行 最多只能道德劝说 对陆客来讲 因为每一批来的游客都不一样 我们尽量都还是 採劝导的模式来处理 东海岸的风景常吸引大批游客来玩 可是观光品质 还是要靠游客来维护 尤其是春节九天假期 马上就要到了 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呼吁游客到东海岸游玩 要有功德心 而带领中国游客团的导游 也要负起责任 阻止破坏的行为发生 台东报导